搜救人員開著救生艇 在溪面上來回搜尋 也有在岸邊攀上攀下 不放棄任何搜救希望 終於傳來一個好消息 失蹤的何小妹妹 奇蹟般的自行獲救 振奮搜救人員的屍體 並帶著小妹妹 重回被吸水沖走的現場 找找看會不會有另外失蹤 兩人的身影 但過沒多久卻傳來一個壞消息 雷露魚這個同學 這個現在已經被找到 那已經是OCA了 那目前我們所有說對不對 在潛力的強救護送 新北市副市長侯友宜 雨帶沉重的收出這樣不幸的消息 雷露魚被發現時 已經沒有了呼吸心跳 救難人員只能將他的遺體 抬上擔架 兩人被巡獲的地點 推測沒有相差多遠 搜救人員依舊設立了9個搜救點 每個點都有大批人力 盡全力的搜索 在溪面上岸邊聚精會神 仔細尋找 就是不放過一點蛛絲馬跡 失蹤的三人經過搜救人員的努力 剩下一位尚未巡獲 在還沒看到他的身影之前 搜救行動還會持續當中 記者新美市綜合報導